当红男星华晨宇被爆出已经有孩子了 而后呢他也出面承担自己和女歌手张碧晨生了一个孩子 爆炸性的消息啊瞬间就震惊了整个演艺圈 甚至微博也因此一度瘫痪 许多网友质疑说太过像小说情节 先请网友任意讨论 华晨宇和张碧晨呢没有结婚 哪里来的孩子啊 两个人在节目中认识 因为互相欣赏而走到一起 便开始一段恋情 你稍微让我得暗一点行吗 但是经过相处之后发现并不合适 造成两个人分手 随后张碧晨呢发现自己怀孕 并跑到美国悄悄待产 生下了可爱女儿后回国 整个过程作为孩子生父的 华晨宇啊并不知情 随着女儿的成长 认为自己作为妈妈 不应该剥夺孩子接受父爱的权利 所以邪女儿找到华晨宇 在经过DNA检测后 确认是华晨宇女儿后 华晨宇先接受 并带着孩子去上户口了 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呢 粉丝们纷纷送上了最真诚的祝福 只是他们之间的故事 太像偶像剧了 但观众和粉丝 看到华晨宇这么有担当 有责任 也是大赞 他是一位好父亲 大家看到华晨宇的回应 也是消停不少 感觉华晨宇和张碧晨 不管以后能不能够在一起 相信他们的孩子 会受到华晨宇和张碧晨的保护 随后在大家的努力下 还有网友曝光了华晨宇和张碧晨 给孩子上户口的照片 照片中华晨宇和张碧晨 分别举着写有名字 和出生年月的板子 女儿的中文名也疑似曝光 叫做华晨宇 张碧晨23岁参加世界庆典 歌唱比赛并获得中国区总冠军 次年参加韩国女团正式出道 因在国内参加中国好声音 并拿下了年度总冠军 张碧晨于国内娱乐圈正式出道 是一位比较有实力的歌手 那他为什么选择在最好的年华 独自生下孩子呢 这无疑毁了他的事业 和未来的爱情生活呀 很明显化成于显赫的家世 是值得张碧晨去选择 为他生下孩子的 我一天只吃一顿饭 因为在那儿原来说好的就是 他一天是管至少两顿饭 但其实我们每天只吃一顿饭 就是中午那顿饭 然后因为我晚上没饭吃 所以我就中午吃好多 没钱啊 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活成这样 觉得你太辛苦了 就是觉得我已经 他说你这不是人的生活 他说你不能再这样待着 华晨宇是娱乐圈有名的富二代 华晨宇的老爹和大伯 在湖北商界的地位首屈一指 父亲华富雄 更是和现在天鱼老板是顾交 管理家族集团 还控股一家合资公司 实验室的知名房产公司 也是他们旗下的企业 大伯华富奎地位更高了 是湖北知名金属行业的实际掌门人 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 从事经营选矿 彩金销售等 深加工研究开发的综合性矿业企业 和台湾以及加拿大的 很多著名企业 都有着非常实际的合作 年销售额将近20亿元 华晨宇父亲和兄弟 在湖北的开采业 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作为一个未婚先孕的妈妈 张碧晨难免会遭受公众吐槽 而如今的她自信 出现在综艺节目中餐厅 与好友一同聊天唱歌 让人忍不住夸赞 华晨宇与张碧晨 虽然没有以夫妻的名义出现 而是以父母的身份 陪伴在孩子左右 女儿的出生 让两个人变得成熟 想得像华晨宇吗 随后张碧晨回答 女孩子一般像爸爸 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现在孩子虽然小 但已经很喜欢音乐了 因此让大家很期待她的成长 这回答可谓是让一旁的 黄晨宇都愣住了 很正常的生活 很普通 谈恋爱 嗯 分开 然后 有感情很好 也 不小心伤害过别人 看了他们能够如此的幸福 相对那些单亲家庭好多了 那么你认为在婚姻之中 两个人已经没有感情了 还要为了孩子假装美满吗 欢迎留言评论哦